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8年4月20日 在陕西省咸阳市一家3D打印工作室里 工作人员正在将打印数据输入电脑 六个小时后 这台打印机将会打出一个秦代王子的立体头像 和一般的艺术雕塑不同的是 这个头像是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炉面复原技术 根据一个2000多年前的真实头骨复原而成的 那么炉面复原究竟是怎样一项技术 复原出的相貌是否真实可靠 这项技术的发展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大家知道面貌是人们相互识别的最直接的依据 颅骨它是与生俱来成年后不变是稳定的 它是支撑面貌的内在依据 颅骨的结构决定了面貌 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利用颅骨的特征来生长面貌 颅骨复原依据的原理就是人的解剖学规律 解剖的过程是一层层往外包 先把皮给去掉 肉是肉 肉去掉是骨头 骨头呢就是 一过程就是把骨头上加上肉再加上皮 再还原成一个原来的生前面貌 陕西省西安市临统区上娇村 位于秦始皇陵园以东350米处 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落 1976年10月的一天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钻探时 发现了17座呈南北向排列的墓葬 这里属于秦始皇陵园范围 发现陪葬墓并不少见 考古工作者按照常规对其中的八座墓进行了发掘清理 结果发现这些墓葬形制 全是带斜坡墓道的假字形墓 表明他们等级很高 除一座是空墓外 其余各墓的主人有男有女 年龄大约在20至30岁之间 他们都按照一官一果的礼制下葬 有比较丰厚的随葬品 甚至还出土有金器 银器 青铜器 玉器等200多件 这件银蝉橱造型生动 张口古墓 在它口腔内侧刻有绍府二字 说明它是出自秦代中央官署绍府 绍府是专门管理王室宫廷的机构 在秦汉时期 绍府制作的物品都属于皇室用品 平民很难拥有 这些墓葬虽然官国讲究 随葬品丰富 但所埋的死者骨骼非常凌乱 考古人员在八座墓葬中 共发现七具骨架 经过鉴定为五男二女 其中六人伸手四肢分离 明显是被酷刑肢解后而埋入的 一人尸骨完整 但上下额骨错位 显然是被绳索溢死 在这具颅骨的诱涅骨上 又表明墓主人的悲惨遭遇 而这些有一定身份又惨遭杀害的人 墓葬却被埋在秦始皇陵的陵园附近 说明墓主人必然与秦始皇有关 在陕西西安的屈江池畔 这座规模很小的墓中 就是秦始皇的继任者秦二世胡亥的领墓 胡亥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君王之一 即位仅三年 大秦帝国便在他的手中轰然倒塌 史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始皇在巡游途中去世之后 胡亥登基成帝 成为秦二世皇帝 为了保全皇位 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将自己的十二位兄长 陆死于咸阳 在古代 陆就是杀死后沉湿受辱 在对比历史文献后 考古学家初步认定 这十七座陪葬墓的墓主人 就是秦二世胡亥朱沙的公子和公主 出于保护的原因 考古队员将墓葬中的大部分尸骨 进行了回田 仅留下这具头骨作为研究使用 2016年6月 西北大学决定 利用计算机炉面复原技术 在线这位王子的生前相貌 由于面部软组织早已不在了 王子的相貌只能根据现代人的颅骨数据和软组织厚度进行推测 这是我们计算机颅骨面貌复原的软件系统 位于右上角的是我们的代复原颅骨 也就是我们古代人的颅骨 以及在它上面标定好的73个关键的特征点 对于它的未知面貌的求解 实际上跟我们求解方程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已知的量是现代人的颅骨 以及现代人的面貌 我们在现代人的颅骨上标定了73个关键的特征点 我们求解这些特征点与它的面貌之间的对应关系 将这个对应关系应用于未知颅骨的特征点之上 反求出它的真实面貌 计算机颅面复原的第一步 就是通过三维扫描仪对颅骨进行全方位的扫描 得到一个完整的三维坐标数据 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颅骨信息 此时所有与颅骨结构相关的数据都必须完整准确 任何小小的疏漏都会造成复原结果的巨大偏差 颅骨 又称头骨 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也是脊椎动物骨骼系统中最复杂的部分 颅骨位于脊柱上方 由23块形状和大小不同的扁骨和不规则骨头组成 颅骨分脑颅和面颅两个部分 面颅为颅骨的前下部分 构成面部的支架 包含眼眶 鼻腔 口腔等结构 人的相貌之所以千差万别 颅骨是最重要的因素 人的脸是什么构成的 人的脸就是皮肉包裹着颅骨 人的颅骨实际上是人的面貌的一个结构框架 它制约了和这个人的面貌形态 就跟这个打个比方说吧 人的颅骨有点像一个灯笼的这个灯笼架子 灯笼骨架 这个软组织呢 人的皮肉丸组织就像壶的外边 灯笼骨架外边那层红的那层纸 所以你灯笼架子是什么样 你壶上纸这个灯笼叫什么样 炉面复原技术最早起源于19世纪 最先由德国学者展开 目的是为了识别遗骨的身份 1894年 在德国莱比西市 因扩建圣约翰教堂 需要迁移教堂附近的大量墓葬 这其中就包括被誉为 西方近代音乐之父的巴赫 由于墓学秘和棺木损坏 宰多人的遗骸被混在了一起 以致无法辨认出哪一具是巴赫的遗骸 于是人们便从这些白骨中选出了一件 被认为可能是巴赫的颅骨来 交给了解剖学教授西斯 要求他鉴定这具颅骨是否是巴赫的 西斯教授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在这具颅骨的表面 塑上肌肤和毛发 看看是否能接近巴赫生前的肖像 西斯就想到了这个颅骨面膀复原办法 他就想在这个巴赫的颅骨上 贴上正常人的软组织厚度数据 他就测量了24具自杀尸体 然后用这个在脸上定了21个点 根据这21个点的软组织厚度数据 把颅骨和软组织厚度数据 交给一个雕塑家 雕塑家根据这些数据完成的塑像 和巴赫的生前画像非常相似 这就为该尸骨就是巴赫的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 利用颅面复原的方法 在现死者的生前相貌 此后 颅面复原技术 得到人们重视和发展 不断有学者丰富复原理论 研究方法也逐渐成熟 19世纪晚期 这项技术首次被应用到 刑事案件的侦查中 时至今日 颅面复原仍然是查找 无名吃原的重要途径之一 吉原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 著名的法医人类学家 从景40多年 一直从事法医鉴定工作 曾参与过数百起 恶性碎尸案的侦破 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吉原的办公室里 有很多根据被害人的颅骨 翻制的石膏模型 这些颅骨都曾为最终破案 提供了重要线索 事实上 对于恶性罪尸案来说 如果被害人身份无法确定 想要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多案件就是无名试案 白骨化的无名试案 这个现场只有白骨 没有别的信息的时候 首先部分叫要寻找 这个白骨化尸体的身源 就是这个人生前是谁 这个时候要用到 这个颅骨联盟复原 因为你不能拿着一个白骨 去问周围的人谁见过他 谁认识他 谁也没见过他 1987年的一天 河南许昌县公安局接到报案 报案人声称 在村里的鸡井中 捞出一个装有人骨的大帆布包 经过警方现场勘查 被害人尸体破坏得非常严重 已经呈现白骨化 全身被肢解成108块碎骨 只有头骨较为完整 为了确定被害人身份 河南许昌警方向几元求助 在当时 计算机和DNA检测 鉴定技术 还没有在全国推广 警方也没有从尸骨上 找到任何指纹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辨别死者的身份 唯一的途径 就是炉面复原 死者是不会讲话的 但几元知道 死者的头骨中 一定暗藏着线索 他反复而仔细地观察 这具头骨 以找出其中特殊之处 因为每个人的头骨 就像指纹一样 都有着不同的特征 河南警方提供的头骨 基本完整 这是几元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 来确定死者的性别和年龄 一般说来 判定性别最常用的方法 是通过骨盆的形态来断定 为了满足生育需要 女性的骨盆 通常叫男性的宽而圆 最准的应该是骨盆 如果没有骨盆 根据颅骨相对也不是很难 一个是从它形态上看 像这是个女性 女性的这个眉宫不发达 额节节比较高 这个额头也比较高 是属于比较抖直的 你看这个男性 男性就相反了 你看这个眉宫特别发达 额节节比较低 然后上面是往斜着上去的 另外它的这个颧骨也比较粗大 海里有一个它上面这个肌脊 肌线都特别明显 通过对头骨形态的观察 被害人的大致情况逐渐明朗起来 这是一位男性 大概30岁左右 身高170厘米左右 然而被害人究竟是谁 河南警方希望几元能从被害人的头骨中 找到更多的信息 一个人的头骨 一个人的头骨 无法透露出头发或者眼睛的颜色 却可以让脊元了解一些更细微的面部特征 包括面部的软组织厚度 眼睛的位置 以及鼻子和嘴巴的宽度等 利用炉面复原技术 几元复原出一个死者生前相貌的头像 并将其照片交给了河南警方 以便熟悉的人辨认 虽然案发当地有一些失踪人口报案记录 死者也可能是来自其他地区 但几元的鉴定结果 已经极大缩小了调查范围 不久 案件就有了重大进展 被害人的母亲在看到复原的照片后 反映与自己失踪儿子的面貌特征非常相似 而且失踪时间与颅骨白骨化时间相近 当地警方根据这一线索 很快就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 并最终成功地侦破了此案 做面貌复原的人来说 做面貌复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提供破案线索 因为找到你这个案子 往往是用别的办法找不到线索了 只能靠这个办法找线索了 如果找不到深渊线索 可能这个案子就破不了了 这个破不了了 就是第一是对坏人的一个放纵 第二呢 这好人是非常 对被害者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 是吧 我们干这工作吧 炉面复原技术 对那些毫无线索 无名尸骨的身份查证 有着重大意义 在这项技术出现之前 人们很难想象 仅仅凭着头骨 就能侦破谋杀案 或者确定死者的身份 虽然指纹 DNA等生物特征 已经被广泛地作为法庭证据 但在很多情况下 由于环境腐蚀 人为破坏等原因 警方无法采集到有用信息 即使采集到了 也可能因为一些原因 无法进行有效比对 仅能依靠炉面复原技术 进行诗原鉴定 你难道能把它的基因器出来 和正确拿到基因窟里面去对比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有几个事 就几个事那么是 要把这缩小范围 把这认出来是谁 然后再进一步那么是 先做楼股面貌复原 再做楼面重合 最后在所校到了 亲手早做以后 再做基因对比 而因为目前来讲 在相当长时间内 我们整个国家的 所有基因窟没完善之前 这个工作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工作 正如美国楼面复原专家 加特列夫所说 对侦察员来说 当破案的一切努力成为炮影时 这便是可以利用的最后一张王牌了 很多看似毫无线索的案件 通过楼面复原技术 找到了关键证据 并最终告破 在这些案件破获之后 警方往往可以得到被害者的生前照片 并与复原相进行对比 这就使人们看到了这项技术的准确性 颅骨相当于一个裸体的人 这个面貌相当于一个穿上衣服的人 我们软组织厚度就是你那个衣服的厚度 按那个衣服的厚度给它加上 各部位加上就等于穿上衣服 传统的办法就是首先要获取软组织的厚度 这个软组织厚度只能从尸骨上来获取 它通过针翅法获取它的软组织厚度 但是这样的样本非常的少 这个来源很少 所以它获取的样本量受限 获取比较困难 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CT 核磁共振等扫描技术 应用于临床医学 大大方便了面部软组织厚度的测量 影像技术的应用 不仅规避了社会伦理问题 同时能够获得大量真实可靠的活体数据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 就开始用计算机方法 收集现代人的炉面软组织厚度数据 目前已经收集了2500多个样本 这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大 种类最多的三维炉面数据库 我们现在有2500余个样本 但是这个样本量是远远不够的 想要达到真实的对人脸的复原 我们需要更多的样本量 未来如果我们有1亿个 甚至于10亿个现代人的颅骨样本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准确的 精确的对于人的未知面貌的复原 说的更形象一点 也许我们可以从10亿个样本中 找到一个跟代复原颅骨 完全相同的颅骨 那么它的面貌将会跟我们的代复原面貌 非常相似 由于数据库中存有大量不同种族和性别的 颅面软组织厚度数据 所以当人们利用计算机进行颅面复原时 只需输入颅骨的基本信息 点几下鼠标 就可以得到一个古人真实面貌的复原图 最后利用手工绘图方法 对颅面复原的结果进行真实感处理 这样就会使古人的相貌更形象更鲜活 真实感处理是在复原面貌的基础上来完成的 但是真实感处理实际上 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精确的科学 因为复原面貌本身 它的整体形态是由颅骨来约束的 可是在面貌之上的五官 眉毛 头饰 在颅骨上是体现不出来相应的信息的 所以我们需要领域知识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去咨询秦陵研究的专家 我们去查阅相关的书籍 从而来确定秦朝人他的胡须的类型 他的头饰的类型 他的发际如何来梳理 复原人像的装饰衣着 饰品等 是依据历史与考古资料来决定的 由于这具颅骨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陪葬墓 兵马俑坑中的大量秦勇形象 就为复原人像的发饰和衣物等 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实物参考 一切看起来比较顺利 李康很快就完成了对鼻子 嘴 耳朵等部件的匹配 最后再进行整个相貌的细微修整和圆滑处理 一个完整的秦代王子的相貌便会呈现出来 从一具冷冰冰的颅骨 到一副活生生的面孔 相隔了两千多年 似乎完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旅程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复原的结果是否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但这个栩栩如生的王子头像 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两千多年前 这位王子曾经的风光与荣耀 以及落魄与屈辱 我是至少80%能达到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颅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它这个有一个真实的颅骨 就把你想任意做天马行空的这种去想象着做的空间 我先给你限制住了 局限住了 你想第二呢 圆组织厚度是在真实的样本上用科学的方法踩的样 也把你的个人这个主观的自由度限制到最小 所以做出来的像 虽然我们没法用这个跟真实证实或正伟的办法来证实或正伟它 但是从逻辑指向上看 逻辑推理上看 它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是距离西安四十多千米的秦始皇陵 这座屹立千年的风土之下 埋葬着一位传奇君主 有人说他是暴君 因为战争中倒下百万具尸体 也有人说他是雄才大略的领袖 因为他结束了中华大帝列国纷争数百年的分裂局面 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像秦始皇这样 其大欲大悔于一身 那么秦始皇的真实相貌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没有秦始皇的真实画像流逝 关于秦始皇的相貌 两千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世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 援引秦国大臣魏辽的话说 秦王为人 风准 长目 至鸟英 柴生 少恩 而有虎狼心 意思是 秦王堤政这个人高鼻梁 细长眼 胸脯长得像老鹰 声音像豺狼 这种人刻薄少恩 心如狼虎 早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医学专业的郭沫若 据此推断 秦始皇在生理上有明显的缺陷 郭沫若在他的著作《十批判书》中 有这样的描述 致鸟英 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 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 风准应该就是马鞍鼻 柴生是表明患有气管炎 软骨症的患者 骨的发育异常 故而胸形 鼻形都呈变异 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经常病发的 有三种症后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 根据这样的判断 电影《荆轲刺秦王》的创作者 有意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体质雷弱的君主形象 但很多观众并不认可 在北宋类书《太平预览》中 有这样的描述 秦始皇帝 明正 虎口 日脚 大木 龙准 长八尺六寸 大七围 手握兵直使 明祖龙 按照秦制一尺和现在的二十三点一厘米计算 秦始皇的身高大概有一百九十八厘米 而虎口 日脚 大木 龙准 则是相书中典型的帝王之相 如果记载属实的话 那么秦始皇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 高鼻长木的西北大汉 电影《英雄》中的秦始皇 就是这样一个矫健魁梧 鹦鹉潇洒的人物形象 有学者根据基因遗传 及区域族群所具有的特征指出 秦始皇应正 不论是相国吕不韦 还是庄襄王子楚的儿子 父系基因都是健康的 他的母亲赵姬 更是能歌善舞 贤疏通打 算得上是一位美貌女子 因此 嬴政应该是拥有 高大鹦鹉 仪表堂堂的相貌 很多的时候 秦始皇的长相被我们丑化了 我们已经对他一个妖化 因为他是个暴君 形象一直是个暴君 所以坏人的长相一定不好看 我这样分析 魏辽子写的那些 他是有演绎了 他已经带着这种有色眼镜 去分析这个人的形象 所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更不应该说 马达魏辽子对他的那个想象 来认定作为一个史实 还是更多的考虑一些遗传因素 在很多博物馆和一些历史书籍上 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秦始皇画像 画像中 秦始皇身着华贵的帝王服饰 方面高比 身姿挺拔 气宇宣昂 可谓是威武刚毅 相貌堂堂 然而 这幅画像 却是现代画家 根据唐代画作 历代帝王图的模本 推演出来的 历代帝王图 又称十三帝王图 相传为唐代画家闫立本所作 历代帝王图的模本 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在这幅画作中 共收录了从西汉到隋朝的 十三位帝王画像 包括汉昭帝刘福玲 汉光武帝刘秀 魏文帝曹丕 陈后主陈书宝等 事实上 这些帝王画像 都是画家根据史料记载 和自己的揣摩 绘制出来的 而且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比如 作为开国君主的 魏文帝曹丕 被画得目光敏锐 多多敌人 而作为王国之君的陈后主 则是两眼无神 唯米消沉 科学呢 它是追求的是真 是在现 艺术呢 追求的是美 是表现 另外一个 如果画像呢 现代画像 画古代历史人物 他没见过 所以他没有任何 客观依据 他的依据 就是自己的主观想象 所以画的像不像 只有天之道的事 但是这个 如果是 《卢谷面貌复原》 它就有相当多的 科学依据 如果找一个画家 来为一个古人绘画 那么他肯定会把自己的艺术加工 放置进去 一百个画家 画出来这个人 可能有一百种形象 那么如果我们手上有 秦始皇的 颅骨的三维模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真实地 科学地将秦始皇的 整体的脸型 五官分布 和他的外貌复原出来 这个利用计算机 卢面复原技术 复原出的王子头像 为我们提供 了解秦始皇真实长相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张脸就目前来说 也许是最接近秦始皇 真实长相的了 颅面复原 是个艰巨的过程 复原不是完全的复原 在线的相貌 只是颅骨主人 重要特征的集中展示 而不是真正等同于其本身 人和人的相 不是一般 不用这个程度词来说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是漫画 漫画你要是从论所 是客观上来评价的话 漫画画出那个人 和真正的这个人 差别是很大的 但是人一看这个漫画 就能够认出这个人了 是因为特征 抓住了特征 舟口店北京人遗址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 舟口店镇 跨市中心五十多千米 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化石 石质品和用火移植最多的早期人类移植 1929年12月2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 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震惊了世界 这个北京猿人复原像 是1959年 古人类学家吴汝康 吴新智 王存毅 根据舟口店遗址出土的 第十一号头盖骨 和其他遗骨复原出来的 软组织厚度数据 是当时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组 在现代人的尸体上测量和统计出来的 北京猿人的发现 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 明确了人类发展的序列 为从猿到人的学说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而利用炉面复原技术 复原出的北京猿人像 可以更直观 生动地展现人类的进化过程 同时也让观众 更清晰地了解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 今天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 正借助科学与各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 完成工作 通过碳十四技术 我们可以确定出土文物的大智年代 通过DNA检测 我们可以确定当时人类群体的婚姻形态 劳动分工以及生活风俗 通过对牙齿的发廊质分析 可了解死者生前的饮食状况 疾病和年龄等等 科技不仅帮助人类认识现在 探寻未来 还能让我们更深入地探索那些古老的世界 了解我们祖先的真实生活